今天行情非常的好 指数上可能你看不出来 但今天行情非常非常的好 最主要就是因为上涨的加速比下跌的加速多 所以拿这个来跟昨天比 你就知道今天的行情事实上比昨天好非常的多 基本上只要你愿意去买进今年才转强的股票 哪怕是也不见得是这种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块 但是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拉上去可能就是涨停板 然后今天的族群上也非常的整齐 包括有细光子这个OK 然后今天尾盘很整齐是出现在连接器 而且重点不是它通常一个族群出现的时候 你会比较怕它突然出现 比方说一下子突然有五支涨停板 然后都买不到都是直接带跳空 那通常都是有大利多或者是说有新的政策 就会把一些冷门股的股票 打开一个抢筹码的时间 那因为抢筹码大家手上都没货 所以就第一个谁先抢到谁先赢 但他抢到他一定是用市价去抢 所以他可能开在涨停板附近 那锁住了以后隔天开多少算他的利润 不敢追人你就什么都没有 这种情形最容易其上其下 假如第二天也是锁的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是 出现最后一个买到的人会开高走低 那如果隔天没有锁开高了 可能第一天抢到他直接就先出了 但是他能够抢得到他可能是用城市交易 他也不见得是用 人为的买法去买的 那这种城市交易出来的单子 他基本上是没有感情的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喜欢这张股票 隔天开高他一定出 百分之百所以这种你就是不好做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一档股票他的共主 这个龙魂出现 就是一直往上涨 精神领袖浮现出来了 那一个精神领袖他浮现出来以后 他就会一直往上涨 那往上涨以后 比方说震宁在涨 对不对 那你看到星音在涨 市场上再开始去找新的连接器 这个就变成是一种正向循环 比方说震发在涨 或者是说像这一次很显然 君豪在涨 那魏华科就跟着涨 设备股他扩散开来 这种形形的话 跟我刚刚讲那种状况又不太一样 他情绪是加温的 市场上的情绪是越来越想要 就有点像是去年六月的伺服器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操作上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操作这件事情 因为我认为操作的重要性远远的高于个股 每一档股票都有他最好做的地方 其实就只有那几段而已 我举个例子来讲 开春年到现在 过农年开春到现在 已经有一些苦主出现了 比方说你看这个 这我在上礼拜就跟你们讲过 开春第一天 有人去追270 然后就每天都在跌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全球主目的焦点就是回答财报 所以你会看到全天下所有的分析 都在分析回答财报 那我问你 如果你广达追在260 你去分析财报 你只是想给自己一个理由 我不想剁单因为回答财报很好 那到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 他出来跳出来跟你讲说 回答财报果然跟我预估的完全一样 然后以此为自豪 但是这跟绩效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对吧 我就讲难听一点 我就直接调明讲好了 你要等回答财报你真的那么厉害 你为什么不开春第一天先放空广达呢 我这样讲有道理吧 你们这些在分析回答财报 你说 好你知道回答财报 你也知道回答会先有获利导致的卖亚 那我就问你嘛 你270为什么不先放空广达呢 你为什么不先去空呢 空他100张啊 你既然这么知道回答 你既然知道大家都在等回答财报 然后呢 你可以今天尾盘回补啊 你可以空在270然后你补在240啊 一张你可以赚多少钱 对不对 随便也有3万啊 10张就30万啊 你为什么不去空呢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拿来说用的 就是拿来说就是拿来跟你 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个行业的卖弄 但是股票市场上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就是买低卖高卖高买低 你才有钱可以赚 至于你把那个股票研究的好不好 就像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齐鸿 对不对 那这个很简单嘛 早盘着低没有过对不对 他就准备日出了 这个就是说 你回档三天以后同样有人追高 但是散热就是比较强 那找这些买点是为什么 他不想要等辉达的那个财报出来 我就是要先抢 或者是说你看这次跟辉达比较没有关系的 我们来讲轴沉了三支 昨天富士达前低就没有破了 这就要酝酿反攻了 早上这个三三吸的就日出了 没错吧 你是不是看起来也是比这个强多了 没错吧强多了 现在很多啊 你看像那个 有没有 都长这个样子啊 超多这种股票都长这个样子 你其他不讲连股王 股王 股王还有第一天是开高的 全部都这样啊 我刚刚讲的差不多快十档股票 你们发现 都是龙年开春第一天 很多人追到最高点 我不相信套牢的这些人 你不懂这些股票 你一定懂 全部都是龙头 那你懂有什么用 你又不会卖 那最高 对不对 今天连包括谁啊 金利科都出来了 金利科他这边还涨掉一段 其实你看回头去看 有一些股票 安国可能比较少啦 因为安国封关那天 可能有人出掉了嘛 但可能这边又有人去抢回来 也不一定啊 咬 不管怎么说 总而言之 你什么来这边你就咬住了 那我刚刚讲的大概差不多十档股票 这市场股票都是市场上 非常有代表性 非常容易去踩到的股票 非常容易去踩到的股票 我刚刚讲这些 因为这些股票都是标准的 不是名门正派 就是非常重要的股票 可是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叫做什么 叫做今年过年之前 他们都已经涨了一大段了 涨了很久 涨了一大段了 他们都不是新的 我这句话 我想就算你踩到 你也会认同 对吧 但你说这些股票不好吗 也不对哦 人家曾经很好 因为我要呼应我讲这句话 我刚刚讲这些股票 他们都曾经有过最好做的地方 都曾经有过 都曾经有过 未来也还会有 但现在就不是啊 现在就不是啊 你又痛死了 还怎么会是呢 对不对 所以我 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跟你们讲说 我本金钱到节目 我蔡振华跟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非常在意 上涨跟下跌的节奏这件事情 假如说十档股票 它都会涨 这个月我们先买其中的哪两档 这句话才是重点 这个盘面能创新高的股票 随便抓都有一百只 那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比方说举例来讲 金利科 我现在市场上看这档股票的非常地多 外面喊他的目标价已经喊到 喊到我都不好意思讲的目标价 你知道吗 有的看几位数的 有的看几位 原因都是因为某一笔单子 所以 好那OK 你买到这里的人就爽 对不对 但是很简单你昨天日落 有没有人先出 有啊 假设你高出 然后在尾盘找个什么地方 像这种量缩点 像这种量缩点 因为现在你在爆量嘛 它的买点都是这种量缩点嘛 这是不是量缩点 这量缩点 量缩点嘛 这是不是量缩点 你一定会有下一次的量缩点嘛 量缩点再来买进是不是很漂亮 那你如果说 假设你不是这么做 或说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像我刚刚讲这个股王好了 如果说你不是这么做 那你这个也是一样嘛 你一定会有一个拉回点 拉回点的话 你用月级别来看 就是翻黑的时候 往下买 对不对 那你看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假设说你在这地方是追到高点 那你现在这个地方资金都不能用啊 记住啦 没任何一档股要做它好 做的那一段 好不好 那么我们来讲这个伺服器 这个伺服器 回答当然涨多 但是这一次涨最多的 其实是美超委 如果你拉回来看的话 我们国内大概三到四家公司 第一个一定就是华泰 那你说它怎么没有广达的问题 它跟广达差别在哪里 那你看得很清楚 今天 今天 这就是最标准的熔年以后才开始涨的 熔年以后才开始涨的 今天是终继再上去 而且 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嘛 今天敢赌华泰的人 他一定是赌你 每超为20%已经跌完了 其实 多头格局拉回来25%差不多了啦 赌盘 赌盘也差不多就这样啦 因为你从高档拉回来你破30%就有点不像是多头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单根就一次把你整理完快刀斩乱嘛 大家都喜欢啊 大家讨厌的是那种你知道吗 做一个头然后打一个三角 夹M头 最后打一个看起来要做一个头肩 夹破底再拉上去 破底穿头 就有点像这次的上拳嘛 讯星也是啊 这几次都是嘛 西公子这几次都是假装在那边做头 然后打一个 做头失败的底拉上去的嘛 对不对 昨天我跟你们讲啊 然后一搞就搞三个月 大家就很烦 你说像那个 那个美超为这样子 一天20%给你解决掉 然后开始反弹 很好啊 爱死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还是回到那句话嘛 我们操盘手看的是 真正的实战操盘手 我们觉得宝贵的是什么 是时间啊 不是空间 是时间啊 人生最宝贵的是时间啊 时间啊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华泰 不要浪费那个整理的时间 你就这样上去了嘛 所以这里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任何一档未来会再创新高的股票 你做它最好做的那一段就好 所以你们也不用去 所以懊恼说 我没有报到最后 我没有在底部进场 那个在我们看来都不重要啦 一档股票 你赚到它最好赚的那一段 然后就把钱换下一档就好了啦 你们不要每次在那边看说 我那个谁在底部 什么半个月 什么半年前的进场 笑死了半年前你在讲 你要被他折磨 大半个月在那边 那不是你要走的路 听了懂的你就听了懂 我们喜欢进去就喷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节目讲那十档嘛 你就等下整理完 我们再找机会进场 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干嘛 要先赚钱 先赚现在正在供的钱 这个我开春那天就讲过了 一定是先买龙年的 不是去回味兔年的 先买龙年的 不是回味兔年的 这句话记住 先玩龙年的 不是叫你去回味过去那些兔年的 好不好 现在才一月你就再回味去年 那怎么玩 那我们看一下穿股 那这边我们看到走一个行进间 有点碎步 那但是因为它高价股也很正常 因为别人都没有涨 只有我一个人在涨 那它走比较碎步 假设说高价股全部都在涨的话 那不得了 那一定是平头带缺口 平头什么意思 平头就是没有那个上影线 好那带进来 那我们看一下光胜 这一次就是最强的股票 好在我们这一次有特别 帮各位来做一下交代 那我昨天也有讲过 来到这个位置你都买不下去了 会不会有新的股票来做进场 有嘛对吧 光胜今天早上有一个隔日充 盘充又收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概会有两次买点 再来就是讯新 我们昨天有跟各位讲过 来如果说第一时间点光胜 没有把握到的话 大概下一个就讯新了 那细光子的概念 在这个地方扩散开来 但是注意一件事情 来 假设你手上有其他套牢的股票 你有没有办法在昨天 像我们一样这样子 来提前掌握最新的 当然就不行了嘛对吧 哪怕今天这么快就拉了一根涨停 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我们昨天有来跟我讲 这几乎是一个慢动作 那但是因为前面有光胜当投证 对吧 所以我认为讯新其实蛮好抓的 而且认同度也很高 有的时候我在带我们家族的朋友 做进场的时候 丢一个新的概念 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 为什么要买这张股票 我昨天在通知讯新的时候 没有办法有疑虑 因为每个人都很后悔 第一时间没有跟我买光胜 这个就是一个情绪的感染 就像我一开始跟各位讲 假设说一开始细光值 是五根都跳空涨停 你一定不敢买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已经后悔 没有跟着我做光胜 你当然会想要去做信心 同样的这个道理 你今天一定会看到 包括什么设备股 还没有涨的细光值 以及今天越来越大的连接器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我讲在第二段 因为我第一段先要解决根源的问题 什么叫根源的问题 你不敢买就是因为 你手上有广达 技嘉 伪创 也许是任何一档不知道 对吧 我们先解决根源的问题 假设说你卖一趟 对不对 或者说至少 这一次你高点不追 下一次拉回我再接 或者说我看到 辉达财宝出来 日出我再去抢 通通都OK 但是你要有一个策略在 不是在那边瞎搞 我刚刚讲的那十支股票 全部都是开春 就一路杀 为什么说它是根源 那几支你随便踩中一支 我今天告诉你讯息你会买吗 你不会买 所以跟头裤老师 你要跟整套 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发光环 发出去 三秒钟就涨停了 为什么 大家多想要西光子 对不对 多想要光通讯 那光环他比较特殊 因为没有 不能冲嘛 没有支卷 所以 这个我会放到最后 这个明天开盘会有卖压 但是这个就跟立台一样 立台一开始又有卖压 到后面就碰了 你看后来最强的 银记还是上 这说明一件事 其实要做今年的 要做今年的 好来建通 我看一下建通 今天建通收到哪里了 收了一根黑棒下来 所以这个就最标准的 有人做获利了结 那我们当时有来跟各位分享 在这个位置 创高之后的第二天 今天有获利了结 那有获利了结的话 就看这个缺口 补到什么程度 然后等于量缩 准备再做第二次上工 今天连接器开始有扩散 正您上去了 张股票我们说过 在散热这部分 其实今天看起来 也是散热先止稳的 好那你看中继 准备在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信音嘛 这些都是把昨天的 黑棒给吞掉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今天走到永德身上 那它这个就是有一个 防水连接器 因为现在要讲散热的话 可能就要讲到静默式了 从这一点逻辑上 就来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跟设备股有点像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些股价基本上都不高 很多都不到100块 那符合我说的 熔年第二回合 而且人人都买得到 来跟我做股票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说 能够分析的股票 当然非常的多 但是我会尽量 应该说我追求的目标是 我们要抓现在要发动的 这个重要性 我会把它放在很前面 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做 对不对 像我刚刚跟各位讲 看了很好的股票 神盾家族 你也看了很好的股票 你比方说 你买前瞻的 对不对 你看神盾他们 或者是说你看这个 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 你并一家公司 你总会有营收吧 你到时候会看到 或者是说 市场上在传说的 经历科那笔单子 对吧 它一月营收已经出来了 那二月会不会给呢 二月给营收的时候 如果有给的话 市场上会怎么反应呢 对不对 这种东西就是说 你可以掌握那个产业 掌握很透彻 但是你能不能掌握 股价什么时候涨 掌握得很透彻 你要把握到第二个重点 你才能够赚到钱 好 熔年第二回合 那今天我们看到 细光子的股票上去 恭喜各位 好 那如果说 有看我们的节目 但是没有做到的 我想一定是因为 种种因素 我认为不拖 我节目一开始讲的关系 手上有其他的股票 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 没关系 反正今天结算也结算完了 接下来回答的财报 也没有了 能够影响你的因素 我想市场上 大概再也找不到了 从明天开始 该做的做 该换的换 该买的买 该布局的布局 好不好 就从礼拜四当作全新的开始 我们先进一段 稍后一会儿再回来 好 看市电 这个是很明显 就是在华晨给带动的 那华晨我也是在高档 市电我们看到 把昨天的黑棒给吞噬掉 昨天有很多黑棒出现的时候 是在大盘上涨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昨天也讲到过 台电在上涨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小型的资金 它被吸走 那甚至于有的时候 是一些非电子的族群的资金 会转到这个地方来 市场上普遍会认为说 这叫做资金的转换 那常常都是一个错觉 事实上我在最近的五年之内 看到所谓的资金在做转换 大部分都是不存在的 我举一个最主要的例子 很多人都说 去年前年大前年 在涨那个口罩 或是在涨那个货柜航运的时候 那其他的族群资金都被吸走 可是事实上 在那段时间 还是造就了台积电 还是造就了续DKY 对不对 也是造就了 当时的所谓的天狱 敦泰 对不对 还是有涨IC设计这一块 这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有的时候 那是一种心理作用 当然你会看到别人的股票都在涨 我没有在涨 你会觉得我的量就被吸走了 可是就算把别人的股票拿掉 也未必你的股票就会涨 对不对 所以股票其实最有效率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做当下在涨的股票 那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我认为绿电在涨就是在涨 你不用去考虑它是不是520 你也不用去讲说你认不认同它 去年已经涨多少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试电 这个就是一个最标准 把昨天的黑棒也吞噬 那昨天为什么不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下跌行情呢 其实你出现这种黑棒的时候 你不妨跟它做一个观察 出现这种小黑K的时候 你隔天开低 当然这个就不妙了嘛 你今天早上直接开高 你还是帮我讲的 对不对 你一定是开低你才会有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永威投控 这个就是另外一档股票 有来创一个新高 这里还要看谁呢 亚力 亚力 这里是不是一个平台突破 每天都有新机会 每天都要有成绩 这是一并来讲所谓新的政策股 那内容我就不讲了 我就直接讲 我讲今年的政策了 因为今天有一个重点叫做算碳嘛 对不对 今天要算碳嘛 然后尤其是在重点这一块 你有分成好几个区块 那今天看起来很明显是走了 越过了季线的第一根 那因继继整理以后就再创新高 其实市场上还是很需要AI PIN 所以没有再涨那两三档 随时也有机会再发动了 好 那这经历科 那经历科就是我说的 最好是等它量缩 量缩了就会有下一次的买点 那么之前没有参与到这档股票的 在这次量缩当中会形成一个新的买点 下个月的10号之前 2月营收很重要 2月营收很重要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均豪 均豪就是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拉了四根涨停后 今天有去创新高 先进的封装已经开始扩散开来 今天一发再创新高 对不对 那再创新高 当然这个又会带动到新的股票 我们看到冬结 就是最标准的位积很低 那之前都有上影线 大家冲来冲去 到最后市场上的情绪已经沸腾了 现在大家就是要先进封装的设备 我连当冲我都不冲了 直接挑战隔日冲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卫华科 好那再来讲一下那个波洛威 这个是今天刚刚开始起涨的 细光子概念当中的元件 好光通讯的元件 另外我们来看到滑星光 滑星光有没有机会 手稳在季线上面三天呢 升达这已经找到这个地方 来来看一下其他的伺服器 马达风扇 好这里我们看到旺久 那再来前高附近准备来突破了 好立即看一下 就是说中继整理了两天以后 昨天有带一个亮说 符合我昨天说的涨指数 中小型股震荡 但今天把昨天高给吞噬了 准备要挑战新高 然后再来是新互新 可以看今天股票真的好帅好多 都是中小型的 所以这种股票最适合大家 那一展新要 这边可能要震荡一下 那前面那五根涨停 毕竟是太轻是太熟了 好再生水的概念 龙年第二回合来 第二回合可以看到 都是中小型的股票嘛 对吧 那我刚刚讲过三大族群 其中还没有涨的格局 就是礼拜四要带各位进场的新股票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绵长带各位进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